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获得了微博年度男歌手的这个奖项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语来评价这件事 那我的回答大概率会是众望所归 在得知周深获奖之后 粉丝很开心 而路人也没有对这个奖项的归属进行吐槽 因为大家清楚周深有资格拿奖 周深在舞台上领奖的时候 给人一种特别沉稳的感觉 周深很坦然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产出 配得上年度男歌手的这个奖项 如果大家对周深的粉丝生态比较了解 应该知道周深粉丝在向路人安利周深的时候 不会强调周深拿了多少奖项 而是会直接推荐对方听周深的音乐作品 周深本人对这些奖项的态度也非常值得玩味 他在得奖之后会很开心 但过了得奖的那个时刻 他会立刻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当中 他不会一直沉浸在喜悦的氛围里 相比于过去 周深更加重视自己未来的发展 新一季的奔跑吧 路制路透来了 固定嘉宾 李晨 Angela Baby 郑凯 沙逸 周深 白露 范诚诚 宋雨琪 飞行嘉宾 张静怡 缩醒 吴大静 堪庚 从网友的路透照片来看 这摄影师也是相当专业的 四个女嘉宾的路透照片都拍得挺好看的 这一期的节目录制的是在成都 从路透照片来看 跟路人还是挺多互动的 奔跑吧 什么时候来深圳录制节目呀 期待 周深的路透照片也太多太可爱了吧 再可爱嘟嘴的 再开心大笑的 还有躲在菜摊里面的 可是就是你身材娇小 但是名气大呀 周围的群众都知道你是个明星 这一集里面有个荡鞦韆的游戏环节 周深出尽吃奶的力气荡过去之后 却稳定不了 还直接抱着沙翼的腿 把沙翼也给拽下去了 这一幕一定会剪进去节目片段的 都期待看节目了 你是否也迫不及待想看节目正片了 大魔王周深 一天一个惊喜 仅凭一己之力 承包了全网的微博热搜 自打在个人微博低调官宣 将会加盟奔跑吧 十一的录制后 话题讨论刷爆朋友圈 节目还未正式开播 周深就提前帮浙江台预热了一把 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一样 既开心又激动 开心的是节目开播后 每周再也不用为没有综艺可追 感到到发愁了 激动的则是在节目正片中 周深的高能名场面 总能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动 超过80%以上的网友都纷纷表示 自己的快乐源泉又回来了一档真人秀节目 可以引起网友如此强烈的反应 可见偶像周深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了 除了自家粉丝外 路人同样也对周深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换做其他艺人 势必会有营销号或者黑粉 为了蹭热度 吐槽对方不误正业 沙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自打录制各种类型的综艺节目后 很多观众都对他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按理来说 沙翼在任何一档节目中的表现都很在线 但还是遭到了众多群嘲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沙翼在录制综艺的同时 没有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影迷心中 沙翼就应该以拍戏为主 好在沙翼不负众望 在《流浪地球2》中的炸裂表现 挽回了丢失的高口碑 而周深跟沙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之所以没有任何一句负面声音 原因很简单 不论参加综艺节目 还是各大晚会 都会保质又保亮 产出新的音乐作品 也就是说 周深没有旺本 深知作为一名歌手 要拿音乐作品来说话 仅凭一档综艺节目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它只能让歌迷跟自己的距离更近一步 让更多人看到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 但它并不在歌手的职业范畴之内 也就是说 周深才演奔跑吧 只是为了满足粉丝们心中的心愿 有营销号认为 周深继续加盟 主要原因是为了增加曝光度 非要这么认为 只能说你们对周深的认识太流于表面了 而且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位歌手 唯独不能放在周深身上 以他目前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来看 压根儿就用不着参加一档综艺节目 来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毫不夸张地说 周深的表演舞台 早已排到了2024年 哪怕不参与奔跑吧 11的录制 都对他未来的发展 起不到任何影响 所以事实证明 周深参演奔跑吧 11是为了满足粉丝们的心愿 12是为了通过节目传递正能量 奔跑把节目组牢牢跟周深捆绑到一起 一方面是周深的情商高 不论迎来哪位飞行嘉宾 周深都会坦诚相待 可以跟任何一个嘉宾和谐相处 其次就是周深的综艺感很强 这一点在湖南卫视的时光音乐会2得到了完美的印证 一个人就可以掌控全局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关键时刻 总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节目中还衍生出了多个最佳拍档与白鹿同框 被观众称之为是最甜CP与蔡徐坤同框 被笑称蔡周组合 在上一季节目中 却是为观众贡献出了多个出圈名场面 话说到这儿 新一季的嘉宾阵容跟上一季没有太大的变化 原班人马再次回归 只有蔡徐坤因个人关系与节目录制起了冲突 遗憾缺席 据歌迷爆料 蔡徐坤即将开启巡演模式 不过在预告片中 给众多粉丝吃了一粒定心丸 表示会在录制阶段 作为飞行嘉宾再次回归跑南团 蔡徐坤离开后 节目组是必会找一位人气可以跟蔡徐坤对标的艺人来弥补这个空档 于是就请了人气偶像范澄澄 同样是一名隐藏的喜剧人早在青春环游记2就跟周深有过深度合作 二人一文一武 摩擦出了很多化学反应 最终在范澄澄与周深的不懈努力之下 将节目直接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次出现在奔跑80亿的常驻嘉宾名单中 石志明归不出所料的话 会像青春环游记中的表现一样 贡献出多个高光时刻 除了范澄澄外 宋与其的综合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官宣加盟后 拉满期待值 早期在女子组合GI DLE正式出道 在内地和韩国拥有大批量粉丝 典型的实力女Vocal 参演过多档真人秀节目 路人员非常不错 她的到来 未跑男团不仅注入了新鲜血液 女嘉宾的颜值方面 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可以给很多屏幕前的老观众一种新鲜感 值得一提的是 节目还未开播 就由网友列出了一份个人喜爱度排行榜 大魔王周深不负众望 在所有常驻嘉宾中 排名叫为打击 段层第一 理由也很简单 周深会在镜头前 毫无偶像包袱 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的呈现出来 哪怕就是爱人寄来排名 周深也对得起第一的称号 第二名是宋雨琪 除了自家粉丝期待外 很多路人都好奇她会跟周深等人摩擦出怎样的化学反应 既有颜值又有实力 与白露站在一起 绝对是想当当的最美姐妹花 第三名白露 作为一名实力派女演员 白露的综艺感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 自打参加了奔跑吧系列节目后 人气可谓一路狂飙 与周深的热度不相上下 温柔甜美的外表下 还隐藏了一颗喜剧人的内心 不少观众都在可她跟周深的CP第四名范澄澄 不得不说 上榜的几位嘉宾 都是周深的私交好友 总而言之奔跑吧 十一充满了看点 光是周深 宋雨琪 白露 范澄澄 就能奠定整档节目的高质量 不知道大家都期待这档综艺的上线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